中国的七大夏韭菜,你若是全吃过,请允许我叫你一声酒鬼。 第一种,酱牛肉选料精良,总是用最好的前腿、胸口、尖子等部位,浮衣大料、丁香、黄酱等各种辅料,用多年的老汤煮制,入口紧软,肥而不腻、瘦而不柴、肉香四溢、唇香刮口。 提起古时的英雄好汉,不论是武松还是乔峰吃饭时必点的菜,一定不能短少酱牛肉。 第二种,凉拌芹菜花生米,能够说是一道十分常见的凉菜了,而在河南人们称它叫东方不败,就是由于这道菜真的很耐吃,而且这道用清新的芹菜搭配五香花生米一同制造而成的凉菜,用来当下韭菜, 特别是在夏天,吃起来既美味又清新,而且芹菜和花生米的营养价值都很高。 第三种,麻辣甜螺,麻辣的滋味搭配上啤酒貌似,也是不错的选择,这道菜觉得也是东方不败啊,很少有人能把一道麻辣甜螺,吃得干洁净净吧,这道菜也是不错的下韭菜呢。 第四种,皮蛋这个下韭菜,可能很多人都很少用它来下韭,但是这可是一道十分不错的下韭菜啊,把皮蛋切好,撒上姜汁,花生凳调味料,滋味几乎已爆全场。 第五种,猪头肉,猪头肉的大局部人都很喜欢吃,特别是喝酒的时分,很多人愿意用它下酒,固然说外表看起来很肥,但是猪头肉并没有那么多的油,并且呢蛋白质含量很高。 把它蒸熟之后拌上一些青瓜,或者算再配着蒸好的馒头和烧饼,那滋味几乎是太赞了。 第六种,油门虾也是一道十分不错的美味哦,不论是平常这样吃,还是作为一道精巧的下韭菜,都是不错的食物,致信吃过的人,都对它赞不绝口吧。 第七种,牛肉干,这道下韭菜呢,连酒店大厨都说是内行的人都选它,牛肉经过腌制之后,再把它晾晒再烘烤,吃起来特别的有嚼劲,并且能保管时间还特别长。 这道菜呢,别看它其貌不扬的,但是呢特别的虾饺,入口酱香味十足,牛肉特别的筋道。 中国的七大下韭菜,你若是全吃过,请允许我叫你一声酒鬼。